大家好,我是隊伍 今天劇本的圈荒靈二方與再起207版 但是我就說,這次是由老玩家變成蕭春拳 來老玩家開場選擇東張 這次是主力之戰啊 看著蕭春拳也並不服他 也可以復空 老玩家雖然說是後起之秀這個版本裡面呢 看,輕手,牙齒閃身 在蕭春拳正是一個老匠啊 他叫旋風 哎,後面跳進 反擊的打擊都就是在閃 雙方開始硬剛模式 離岸山以後依然進行一個全球拳的過招 都沒有抓到大型的破綻 拳拳點他,霸神快速龍閃身 聖龍開BC 看來還是蕭春拳技高為仇啊 這個速度反應 仍然可以分快 聖龍輕易抓小風 最後前進手接必殺 蹦起來,哎,必殺死,沒有打到 後面東張機會又來了 這次沒有造成這麼的傷害 東張可以奮臨一擊 跳起了旋風 這個小旋風對手讓對手是非常苦惱的 對手沒有任何辦法衝出 但是就是打擊距離有點遠 小弟飛吸,開BC 對手閃道背後又想凹一個聖龍 東張快速覺醒過來 但是時間已經不允許他 再進行反殺了 接著看第二局 第二局看草蹄精閃亮登場 跳起來不料被滴 聖龍確認開BC 黃腔咬咙 黃腔 Giovanni 黃腔咙 oath bubb咙 反耀開BC 黃腔咙 y 黃腔咙 黃腔咙 彎 操作是可以的 跳中腿 跳轻腿 跳4D 一阵狂牙之后对手能能闪身 差点被偷盘 但是草皮筋的速度更快一些 荒腰都要反押 重手荒腰都要反押 连续一跳取消 最后给荒腰 圣龙取消大烧剃 16连之后草亭继续CD 前进队播放下半两点开BC 75改脸过去 圣龙取消 圣龙取消 圣龙连续三次 连续四次真的搞死 继续看下一局了 这个操作有点厉害 下一局看猴子 黑草地现在卡出了一个无限气的状态 进攻 上次开BC 荒腰都要 荒腰都要先冲刺 我们再开BC 一套连招重手套 哇 这样的话又生成无限连的效果了 一套循环 连续四次 重手套 还可以再哦 现在又开一个BC 猴子呢也是向前一波冲刺的 我们来看谁能抓到最后一波机会 奈龙倒地闪身一下 不料没有闪到背后而是他的正身位 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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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大家来把点赞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